上映首日,风神的预测总票房仅15亿 上映第二天,开心麻花喜剧超能一家人分走36.8%的拍片 日票房比风神高2000多万 风神预测总票房一度下降到12亿 它背后的主控房北京文化也在这一天遭遇跌停 但经过周末的口碑发酵,风神开始高走,评分上涨 日票房连续两天过亿,预测总票房也达到了18亿 这个成绩或许算不上暑期当爆款,也未达到网传的回本线 但风神已经找到属于它的观众 很多观众对风神的第一印象并不好 史诗三部剧《国产奇幻》积压多年 它完美契合了观众对奇幻烂片的刻板印象 尽管上映当天,风神就用7.7分证明了自己 但口碑并没有敲动市场 在豆瓣高分与超能一家人的衬托下 其预测总票房仅回到最初的15亿 这是风神与时代的错位 如果没有积压这么久 它大概率会在国民IP奇幻类型与高口碑的加持下拿到更好的票房 在宣传前期,风神主打高规格的工业化 电影拍摄场地在青岛 占地500亩是专门为了风神建的 片场最多有2800多人同时工作 海内外11个选角团花了一年多物色新人 被选中的新人需要提前6个月进组培训 郭帆曾去风神剧组探班 看到如此庞大的剧组有条不紊的运行 他感慨那才是真正的电影工业化 但冲着奇幻特效买票的观众 会发现风神并没有那么惊艳 昆仑山重现亮相的场景 抠图感明显 深宫暴操控饕贴追江子牙的大场面 CG感太重 结尾亮相的雷震子 被部分观众评价也有广告的水平 第一部副标题是朝歌风云 重点在人类的斗争 哪吒 杨茧 雷震子 神宫暴所代表的神仙阵营 只是点缀般的亮相 甚至有观众调侃电影最好看的部分 是文仲与四大天王彩蛋 这个彩蛋所暗示的内容 才是更符合观众预期的奇幻大片 文太师回朝 四大天王亮相 神仙斗法 怪力乱神 换言之 风神第一部更接近具有沙翁感的古典戏剧 而非奇幻史诗 另一方面 乌尔善启用了几乎全新人的主演阵容 黄渤 陈坤 夏宇等明星的戏份 在第一部中并不多 飞翔远离内鱼许久 市场号召力也不算强劲 失去主演带票房的优势 再加上内容与类型的错位 注定了风神更适合走口碑发酵的长线 我记得了